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燕 古人常说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云云众生 机遇不同 命运大相径庭 这一切似乎不是人力所能控制 然而人若信命 就会被命压在头上 相信命有脊躁 就可以驾驭命运 改变命运的钥匙 只有一把 那就是你的心 作家刘彤曾说 正是因为你没有自我 所以别人的任何一点举动 都能够影响你 你首先要让一个强大的自我 住在自己的心里 有过深刻人生经历的人都知道 任何时候 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改变自己 强大自我 需要从以下这几方面着手 减少抱怨 不抱怨的世界说 抱怨就好比口臭 当他从别人的嘴里吐露时 我们就会注意到 遭遇命运的打击 很多人总忍不住 怨天尤人 抱怨 除了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再无用处 与其怨恨命运不公 倒不如提灯前行 在荆棘中 开出一条路 曾国藩苦读十多年 高中科举 进入学子梦寐以求的汉林院 然而 汉林院的薪水十分微薄 他生活维艰 经常靠朋友阶级度日 换作别人 早就一肚子怨气 曾国藩却与别人不同 他想 横竖都是穷 不如学点东西 他拜访理学大师 探求格物置之之道 这番学习 让他学到了 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道理 自省之道 靠着自省之道 曾国藩铲除太平天国 成就不朽伟业 不要向生活抱怨 抱怨就是求饶 只能乖乖地 接受命运的玩弄 天在黑 事在难 总有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勇敢前行 你会发现 困境 只是纸老虎 一戳就破 懂得感恩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 没有感恩 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幸福不是必然 就算是一顿饭 也蕴含了 无数人的汗水 对于获得的一切 怀着感恩之心 才配得上 眼前的繁华似锦 道圣和夫 受邀来到日本冲绳的企业 这家企业为他准备了当地最受欢迎的表演 这是对上苍表达感恩的精彩舞蹈 道圣和夫被深深震撼了 他从中体会到强烈的感恩之情 离开后 他忘不了冲绳 终于他抓住机会 在冲绳这个不毛之地 成立电话公司 他对员工说 冲绳人民心怀感恩 理应得到帮助 我们帮助冲绳 也是帮助自己获得感恩之心 这股感恩的力量 使冲绳的电话公司得到各方支持 最终获得巨大成功 作家撒克雷曾说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笑他也笑 心怀感恩 世界会美丽如画 一切不祥都会转为吉祥 感谢看似理所当然的幸福 幸福会伴随你走向永恒 心向光明 传习录里有一句话 夫万事万物之理 不外于无心 人生的遭遇 看似无法预测 实则都在心的范围之内 心怀怨气 一手好牌打烂 心若向阳 炼狱也会化为仙境 张海迪五岁的时候 成为高位结坛病人 一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 身心折磨 让他痛苦如魔 他试过放弃生命 想以此结束永无休止的煎熬 可他突然想起曾经帮助过的人 想起生存的意义 内心燃起自强不息的火焰 他下定决心 从今以后要勇敢地活下去 就算死也要在大校中离去 张海迪发奋学习 完成小学中学所有课程 还攻读大学本科硕士课程 他翻译外国小说 写散文集 用文学启迪人们的心灵 张海迪为世人展示了生命的奇迹 成为大家心里闪闪发光的道德模范 命运是人生的主人 心是命运的掌舵手 路途虽是一片漆黑 就点亮心灯 用心光照亮一切 心向往光明 一切人一切事 都会对你展露笑颜 林清玄说 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 最好的活法就是心法 掌握心就把握了命运的走向 不论晴天还是下雨 心积极向上 都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改变认知 一位作家说过 财富和认知是匹配的 人永远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 确实如此 自然万物都有平衡之道 钱财也不例外 认知水平不同 财富数量就不同 如此才能保障自然有序 能量平衡 真正的智者总是打破局限 突破自己 从而掌握命运 而有的人 不愿意跳出局外 即使有机会 也很难抓住 最后穷困潦倒 命运坎坷 这样一个故事 上帝化身一名老者 想帮助贫困的农夫 改变命运 上帝问农夫 如果你是全村的首富 你会干什么 农夫说 我想养几头牛 来帮助我耕地 上帝又问 那要是成为县里的妇人呢 老农想了想说 我要多买几亩地 这样我就能多种庄稼了 上帝再次问道 要是让你成为全国最有钱的人呢 老农兴奋地说 我会买下一座金矿 这样以后 我就可以用金出到种地了 上帝有些失望地说 你为什么只想着耕地呢 不是可以做其他的事吗 老农十分困惑地说 不种地还能干什么呢 上帝摇摇头叹了口气说 那你还是在这里种地吧 对于老农而言 即使上帝给他财富 他也无法享用 发挥不了财富的价值 即使上帝告诉他真理 他也无法理解 反而会带来困惑 庄子秋水中讲 井蛙不可与海 下虫不可与兵 凡夫不可与道 很多事物并非不存在 只是认知水平不同 难以说清道明 认知不同所带能量不同 驾驭物质的能力不同 人生命运自然也不同 打破旧有局限 消除原有认知 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情绪 曾在书中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小镇上 住着一个一心向佛的年轻人 他每天吃斋念佛 念经诵文 勤勤恳恳 从不间断 但是不知怎的 每次他去附近的佛寺 想剃度出家时 住持总是摇头 时候未到 他很苦恼 就去问佛祖 请您告诉我 为什么我一心向佛 日日修行 却始终无法成为佛门中人呢 佛祖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反问道 今天住持将你拒之门外的时候 你是什么反应 他不解 但还是诚实答道 我很委屈 冲他破口大骂 佛祖又问 那么上一次呢 他答道 也是如此 佛祖继续问 第一次呢 年轻人听到这话 感到很惭愧 次次如此 看着似懂非懂的年轻人 佛祖耐心道 你所谓的修行 不过是日复一日的 吃斋念经送文 这并没有什么难的 难的是 修正自己的情绪 不戒掉自己的不良情绪 你的生活就不会有改变 不堵住自己的情绪漏洞 你的人生就难以有成就 是啊 只会用吃斋念佛 念经送文来掩盖自己的内心 而不修正自己情绪的不足 叫什么修行呢 古人云 喜时不懦 哀时不语 怒时不争 乱时不绝 眷时有终 只有时时反省自己的喜怒哀乐 并修正自己的情绪 才能过上如意的人生 总结 林清玄说 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 最好的活法就是心法 掌握心就把握了命运的走向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 心积极向上 都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弱者总是固执己见 而强者都在顺势而变 诗经中说 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意思就是说 常思虑自己的行为 是否合乎天理 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 欲试勇于反省自身 做人敢于改变自己 就能改变命运 迎来福报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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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